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欧洲最重要的是能够保护自己和儿童的未来 要做到这一点 我们必须在两周之后的选择 反对移民的领导者 欧盟主要领导们不断抵达于西比乌举办的欧盟峰会 欧洲理事会主席坦纳德·图斯克 欧洲委员会主席然科罗德·荣克 以及27个欧盟成员国的总理和总统们抵达特兰西瓦尼亚 现场充满了记者而欧尔班为科多步行抵达峰会的场地 原本召唤领导们的目的是进行有关英国退欧后 在欧盟历史中开启新阶段的谈判 但由于英国依旧是欧盟承认过情况有所改变 同时也有许多问题并未找到适当的解决方案 比如统一的难民事务体系 并且由于即将迎来的欧洲议会选举 如果我们考虑欧洲的安全 最重要的是我们选择反对难民的领导们 这样欧洲才有能力保护自己和孩子们的未来 本次的会议是欧盟总理和总统们在欧洲议会选举前的最后一次会面 公布的闭幕文件中制定的目标是保留欧洲的议题 新组成的欧洲议会最早将在6月份可接受该文件 欧尔班维克多特兰西瓦尼亚执行期间 访问了当地的匈牙利家庭 还访问了萨克森州的改革宗教会 该教会是在匈牙利政府的支持下建立 在特兰西瓦尼亚执行的第二天 总理鼓励罗马尼亚的匈牙利人 在欧洲议会选举中投票支持 罗马尼亚匈牙利民主联盟 根据目前的调查 罗马尼亚匈牙利民主联盟预期结果可能高于5% 但只有匈牙利族多数地区参与率足够高才能达到 我想告诉生活在这里的匈牙利人 将投票支持罗马尼亚匈牙利民主联盟的名单 我还想激励所有罗马尼亚居民 将更多的人参加欧洲议会选举 同样我也鼓励我国居民 甚至欧洲所有的居民 将尽可能多的参与选举之中 为欧洲领导人们提供强大的支持 匈牙利民主报刊写道 一名叙利亚外交官滥用职权将他的七个家庭成员 带到申根地区 据报告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塞可德地区负责人 这名叙利亚男子定期审查匈牙利政府的移民政策 在填写邀请函时提供了虚假信息 必准备该组织的印章准备提交文件 例如他想把他的两个兄弟和他的父亲带到欧洲 宪法保护办公室认为这位外交官滥用了他在联合国的职位 外交部应该召回这位联合国外交官 德布勒森欢迎从伊拉克归来的150位匈牙利士兵 大部分的伊拉克特遣队由德布勒森士兵营士兵组成 中将伯荣蒂·加伯尔表示 该部队已经在伊拉克逗留6个月 但他们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的更早 他补充说在当地寻找非活跃人员及其需要匈牙利的士兵 我们保护当地居民的安全 使他们不要出发前往欧洲 并且我们在他们的出生地保护他们 其实这项任务已经完成 因为针对伊斯兰国的战争已经正式的结束 但还有有关探查非活跃人员的任务还未完成 为此需要匈牙利军人的参与 佩奇的博物馆展览开幕 其展览内容在附近高速公路建设中被发现 探索发现的前期受到很多的观众 最终确定是新石器时代定居点的遗址 这也是中欧地区重要的考古遗产 鲍洛少·焦尔茅特今年他庆祝100周年 100年前捷克斯洛伐克军队侵略城市 当地共鸣于1919年1月29日驱赶入侵的捷克军团 凭借他们的英勇主义边境城镇被释放 成为匈牙利的一部分 2005年议会将最勇敢城市称号 献给鲍洛少·焦尔茅特 今天的新闻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